很多人购买清洁保养品 都会记得查看保存期限 电视现在却传出 有贸易商平行输入外国知名品牌的香皂还有乳液 自行篡改制造还有保存日期 卫生局发现这家贸易商是垒饭 立刻要求把产品全面下架 并且要开罚 一罐罐在大卖场都能买到的保养清洁用品 不论是名牌脸部洗面乳 或是洗澡专用的进口香皂 还有保湿乳液和脸部按摩霜 原本原厂的保存期限 却都已经被进口商串改过 中文标识的造型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看它这个号码 这个是08069JU 这个是10149JU 拿着两瓶乳液比一比 瓶身明明印的是不同批号 表示制造日期根本不同 但进口商永昌自制的中文贴纸 保存期限却统统印成同一天 再不然就是香皂明显发霉 有消费者使用厚皮肤发痒 或是灌底日期被插掉土改 只剩下黑黑的痕迹 而这间名叫永昌的进口商 仓库设在台北县深坑乡 大门依旧深锁 但登记的地址却在木榨一处隐秘的民宅 也没有人出面回应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永昌贸易商篡改产品制造日期 已经不是第一次 96年起就被罚过3到4万 这一次再传出相同的情况 已经要求产品60天内全面下架 卫生局表示将在继续追查 其他卖场标示不明的产品 而根据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第6条 除了要求全面下架 最高亦可再开罚5万块 今天小朋友组台北报道 刚刚新闻当中提到的香皂肥皂 手语怎么比呢 手握拳在脸上洗一洗 这样就是香皂跟肥皂的比法了 虽然手语继续关心您的健康 不少上班族习惯午休时间 趴在桌上小睡片刻 不过有医生表示 趴在桌上睡觉对身体很不好 经历午睡应该是要靠在墙壁 或者是靠在椅背上 养着头睡 而且最好能够在颈部定个小枕头 这样才能够彻底放松 午休时间一到同学们都趴在桌上睡觉 通常都会用手来当枕头 不过可别小看趴睡这个动作 由于头部的重量比较大 趴着睡等于把头部的重量压在眼球上 这样一来容易造成眼睛冲血 眼压升高 因为我们趴着睡 眼睛是最重要的 眼睛跟耳朵会压迫 趴着睡除了会让眼压升高之外 长期下来也会严重弯曲颈部以及胸部 很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疾病 尤其因为心脏的攻血不足 消化系统无法正常蠕动 包括呼吸道消化道都会有伤害 另外还有眼睛脊椎神经 手肘以及手臂神经等部位都会引发疾病 尤其如果有颈椎疾病 或是中风高危险群的民众 更不适合趴在桌上睡觉 因为单侧颈动脉的血量 会因为趴睡姿势而变小 头转一边趴 因为我要呼吸的关系 怕流口水等等 我会外一边 外一时间如果一久的话 好像会有绕着那种感觉 所以对循环对神经对筋骨 其实是有些伤害 那么想睡午觉该怎么办呢 一是建议 正确的午休姿势应该躺平 如果不行 那就将上半身靠在椅背 或是墙壁上养头睡 并在颈部垫个小枕头 让下半身彻底放松 这样的休息方式 对身体才没有负担 记者吴咬瑜 陈保罗台北报道 放暑假 中华民国龙人协会 开了一系列的课程 要让听障朋友们 有个充实的假期 今天我们就到其中一堂造型气球课 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好玩的 台上的老师手语口语并用 要让每个听人聋人都知道 狗狗怎么用气球折出来 比如说做了保健或者是帽子 他们会一直很专注自己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在叫他们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说 很快的就回应到我这边来 慢慢做没关系 要让每个人都学会 苏秀霞曾经在起冲学校 当过四年半的代课老师 所以很了解听障朋友的特性 不只丁华 很多都是全家总动员 一开始会怕 后来久了 玩笑已了 就不会怕了 没看过造型气球 还不错 小孩玩了还想要 大人也乐在其中 一家人的感情 无形中拉得更近了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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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个球吗 嗯 你喜欢哪一个 喜欢 抱抱 抱抱 我喜欢保健 七八月暑假期间 孩子可以学习造型气球等活动 都有很多人来报名 还不错 希望大家也可以踊跃参加 一起来玩像桃杯这些课程 不只造型气球 还有桃杯梯花 串珠 皮雕等课程 龙人协会要让听障朋友 有个充实的暑假 记者欧费君 郑凯文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我们老板不喜欢人家 拍马屁 拍马屁 手语的结构是 我 老板 不喜欢 什么 他们 拍马屁 拍马屁的笔法 在大拇指的下面 有一只摇晃的手 就像对着一个人 巴结奉承 逢迎拍马 我们老板 不喜欢人家 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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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马屁